這棒咬得很扎實 再右外野放下 最後是出去了 王維成 這是一把兩分砲 也是綜藝兄弟 全場的第三發全雷打 這已經是讓王維成締造了 單技 個人全打新高了 是沒辦法 鎖定投手的每一個球 所以這個只差球被打得還滿遠的 在左外野方向就是出去了 吳東榮 在第一個打席面對蘿莉 擊出了中左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這一棒也給了忠慶兄弟領先 盡可能的讓他們出賽 這一棒咬得扎實在右半邊 看起來是不用追了 右外野手高校也是直接在原地 目送這顆球出牆啊 張智豪本季的第10號全打 又是一發陽春炮 中兄弟在第一局 最後靠著兩發全雷打 取得二秉的領先 就差了這個兩支全雷打 張智豪這一棒打得扎實 在左邊落地 同時球在一個台上 就是來到了全雷打牆邊喔 打到全雷打牆上才反彈 所以這是二雷打沒有問題啊 嗯 兩好一壞滾地球出現 一雷手接到之後先踩雷包 但是想要再抓本壘這邊是來不及了 所以拿到了第二個出局數 但同時張照也跑回了第三分 發了26場比賽 當中其實只有四場比賽 被擊出單場兩支全雷打以上 今年等於是五場比賽出現了兩次 這一次蔣坤宇三壘方向 相當強勁的滾球穿越了 他也靠著速度攻戰上的二壘啊 這一棒搖得很扎實 再右外野方向 最後是出去了 王維成 這是一把兩分炮 也是中兄兄弟 全場的第三發全雷打 哇 七局掉兩分 滿球數的對決 這一幫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看看有沒有機會跳起來 但跳不到 這個球出去了 高國輝 今年球季的第四號紅布讓 出現在了六月十六號 對 不過從剛剛那個動作來看是有一點擠壓到 但是球還是飛出去了 真的太有力量了 變化球 高校儀 打得很高 在左半邊 這個球應該是出去了 高校儀 集出了單局富邦的第二發決打 也是他今年球季的第一號紅布讓 好棒 所以才剛講完就破功了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早講 又兩塊這顆球直接串到了後方去 當然也讓二壘上的跑者是有往前進壘的機會 低頭滑手機 還是要專心看球 這一棒打擊出去 傳了 是一隻安打 所以蘿莉最終沒有能夠鎖住王歪城這一棒 中英兄弟的開護先鋒 集出了單場第二安 現在吳俊良教練也走上場來了 聊兩壞 這一球許基隆扛起來 在右半邊 距離夠遠嗎 高校儀貼著牆 但這個球出去了 這是一把兩分炮 許基鴻 今年球季的第六紅 哇 集到球周是 一隻 全雷打 但肉才雷包 哈哈 我再看一次 許基隆這次的出放真的是不可思議 打擊的力道真的夠猛 嗯 這有點打到棒頭 蘇偉達跟許基鴻 其實是球場教練相當期待的兩位中炮手 這一棒在右半邊 哇 結果是一發三分炮 是個界內喔 應該是一個兩分炮 三分炮沒有錯 最後出去的這個 落點還蠻靠近標竿的 不過最後是一次 確實是進到比較 好的位置 唯一就是看是在界內還是界外 對 不過確實是個界內沒有問題喔 在標竿以內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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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